面对旱灾除了起雨之外 我们究竟还能够做些什么 目前政府部门是加快动作清淤泥 我们要来告诉您的是 台湾水库淤积超乎想象 石门水库每年的淤积量 是清淤量的4.8倍 等同于是越清越多 学者说水库的淤积恐怕是必然宿命 放眼望去一片干巴巴 石门水库有效蓄水量逼近20% 目前淤积情况非常严重 云有库容3亿立方公尺 却淤积1亿立方公尺 这以前水库我年轻来时 我这好像温宫的 很沉堆水很多 现在你看像这个好像半月而已 落水三天后就要泄洪 没水三天后就缺水 看这是要怎么解决 过期这个地方是一个积水区 那个湖面最宽的地方 我们的温宫水库油亭也是都开开到这里 再来这转弯水头 现在来看都转头了 这可能就是预积了 石门水库阿姆平码头旁已经露出大片土地 台湾水库淤积程度超乎想象 重要水库都淤积三成以上 像是增稳水库容量原本约7亿吨 如今仅剩4.7亿吨 南华水库也从1.5亿吨降到0.98亿吨 而石门水库每年的淤积量 更是轻淤量的4.8倍 越轻越多 轻淤的这个设备 以及轻淤完以后的这些泥沙的输送能量 没有你那个土石流 这个这些的渔积的速度来得快 强降雨就把这些松动的土壤 就开始往这个水库里面去流动 当然就产生了渔积 这个是台湾的宿命 所以水库一开始兴建就走向死亡 台湾山高地下的地形特质几乎流不住水 水库预计严重从碗工变浅跌 而好不容易流下的水 却在运送过程中不断流失 世界各国平均漏水率18% 台湾20%的漏水率 相较于日本7% 以及美国的14% 都要勾出许多 管线太老旧了 那在地底下当然因为台湾有很多的地震 有很多的工程在施作 所以说还有一些的管材本身的问题 所以说它就会产生漏水 所以说漏水现在漏水率大概20% 尽管台湾平均年降雨量达2500毫米 高于世界平均两倍多 但因为地形气候等因素 美人可获得的水量仅为全球平均的六分之一左右 是世界第18位的缺水国家 到底该如何解决缺水问题 还有来政府提出更完善的水资源政策 新唐人亚海电视张元亭 台北桃园综合报道